TDWG 大家好 我是SKY 我是卡兒 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卡兒 來拍我們的QA環節節目 讓我馬上進入我們的第一題 第一題 卡兒我問你啊 男生有車 對女生來說 這是一個加分的行為嗎 我覺得會接送才會加分 會接送才會加分 這就是兩件事情 如果他有車不接送就不行 不行啊 那等於沒車啊 出去玩會載你的啊 出去玩會載我 呃 對啊 你還是有用到他的車啊 那只是他方便啊 因為他懶得搭大眾交通工具啊 他以後是放我去搭捷運他自己回家啊 那我反過來說 如果騎摩托車對你有接送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就可以 而且還可以抱抱 因為是摩托車所以也可以抱抱 比較親密一點 即使有時候不能這樣講 如果今天下雨怎麼辦 那就穿雨一樣 但是我其實本身是覺得沒差啊 女生穿雨衣欸 很委屈女生欸 稍微有一點 但是就是 下雨天大家就在室內聊出去玩啊 我可以去你家你可以來我家 怎麼這麼隨便都去人家家啊 這麼好看啊 嗯 這你才知道 這是每個人做錯的樣子 所以說有沒有車對女生來說 這不一定是一個加分行為 這個題目呢 在網路上很多人都會認為 男生一定要有車 甚至有男生一定要有車 才有追女生的這個起跑線喔 我認為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那我再問一件事情 嗯 今天是 他開他騎著一台重機的摩托車 跟他開著一台30年以上的 嗯 嗯 COROLA 哇那麼久 對你會選哪一個 哇所以這個就要延伸到我們的下一題了 好 如果我想看這一題的題目 請記得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嗯 以上答案呢 就是我現在訪問卡的全部回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想看我的頻道 訪問更多勁爆內容的題目 也歡迎網路面前的大家 寫信留言 到我們的螢幕下方 我有時候都會吸收這些知識 去訪問下一位的馬諾人 那麼又到節目的最後了 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我是SKY 我是SKY 下期見 拜拜